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手术 复杂是难以至大 他不是孕妇 却有一个和双胞胎孕妇一样巨大的父母 我说你妈妈不管遇到什么可能我死了什么 老龙丘进入了什么地方 他不能太多 几乎每周都会有准备 只有很多不确定的危险 现在是到了最难的 在这台手术面团的手术面团有无法性 在手术台上都有出现生命危险的可能 临产的孕妇 复为一般在95厘米上下 双胞胎的孕妇 复为一般在110厘米以下 而这位老人的复为足有121厘米 甚至比一个三胞胎孕妇的复为还要大 121厘米 老人患的是一种恶性肿瘤 肿瘤无限生长 而且越大 生长越快 各种放化疗对他性格极差 只有手术才有延长生命 解除症状的机会 老人已经出现呼吸困难 无法平躺 无法正常行走和吃饭 他的肚子已经快到了一种成烈的状态 在中日友好医院的第一会议室里 全院八个科室的主任 带领他们各自的精英团队 正在进行一场 历时两个小时的大会诊 看到缩小了 希望我们几乎是看不到 这家就是一个老年人 你身上会切掉一个的可能性大 这个可以不低下切 一线有可能的切 会诊的内容是讨论一台手术的可行性 究竟能不能手术 风险有多大 大家各书己见 但是手术确实是风险太大了 我们也出分 也跟家属交代了 手术时间太长了 手术时间你不能做得太长 他麻嘴就受不了了 如果手术 病人很可能下不来手术他 我会出来手术一说 他经历了这几个折腾以后 到最后会不会出现 一系列的大家想不到的问题 会诊的结论并没有折腾 会诊的结论并不明确 因为大家对能不能手术 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三天后还需要进行第二次全院大会诊 张琴六十五岁 他就是医生们反复讨论 一时下不了决心做 还是不做手术的病人 在张琴的腹部生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 正常人从剑突到尺骨的距离 都在二十五厘米以下 而张琴这一部位的距离 却远远超过正常人的一倍以上 这超出的部分是一个巨大肿瘤 这是一种叫做脂肪肉瘤的恶性肿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比癌症更可怕 因为它的生长速度惊人 两个月前 张琴老人的腹部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大小 根据医生的评估 张琴腹部的肿瘤长度和宽度 都已经达到六十公分 重量在三十斤以上 巨大的肿瘤已经严重挤压 她的内脏器官和呼吸道 使她呼吸困难 没法正常走路和睡觉 最近可能血也比较缺 所以你这个呢 我们要预约的相对 张琴的主导医生 名叫杨志英 今年四十六岁 是中日友好医院肝胆外科的主任 一周前 张琴夫妻两个 慕名来到她的门诊 寻求最后 因为他们之前 跑了好几家医院 都因为风险太大 没有接收法律 没有人敢保证 老人能不能活着 离开手心事 她太大了 那么呢 跟周围瘴气的关系 就难以用清楚 这样的话就有很多 不确定的危险 跟某些重要的瘴气 紧密粘连在一起 可能分不开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尽管这样 杨志英还是立足手术 因为不做手术 老人就能失去 唯一活下来的机会 不是说医生 百分之百的什么病都能解决 但是呢 在这样的病人 复杂的病人面前 如果我们不帮他 第二次全院大会诊 院长王晨亲自主持 王晨也是全国最好的 呼吸方面的专家 现在的呼吸皮 就7.5 应该7.35到45之间 7.50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呼吸的情况了 还值得关注 因为遗散工程障碍的话 它影响那个血流 与肺的那个 可能氧气的交换 不怕这方面有点问题 是不是会出现 一过性的修课的用程 表现呢 我尽量做很多过程 已经肚子就圆一圆 一种冲裂的这种感觉 这种的 它已经坐不下来 躺不下来 可能每天就这么巨大 压迫生活 就是已经很痛苦 我们说过来 但我们医生呢 是只是那个 有点减轻痛 这是我们的医生的责任 所以说这个事 出来是一切 这次会诊 大家一致决定 为了抢救病人的 生命必须冒这个风险 尽快为老人做手术 这将是一场漫长惊险 充满未知的手术 也是一场与死神搏斗的战役 参战的医护人员将有三十多位 他们共同的敌人 将是那个在张琴老人肚子里 生长了两年 足有三十斤重的巨大重牛 老人能挺过这一关吗 医护人员能打赢这场战役吗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是这样啊 就是说呢 病呢 我想你们也都知道了 是一个脂肪肉瘤 脂肪肉瘤是一种恶性脂瘤 我想 这肿瘤发展 现在看了 是很快 我觉得这几天的时间 就是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我觉得还是有发展 张琴的老伴名叫王树 今年六十八岁 妻子生病 王树没有告诉任何亲戚朋友 他独自一个人在医院照顾老伴 也独自一个人承担起所有压力 我老伴也是累的 我女儿上学时候 留学时候 我难为退休呢 她要干点别的去 再捞点外块 再重点 是这样 王树老人是一个退休的知识分子 妻子这次生病 她也多了许多人生的看 现在就是 希望 我爸这个病情 希望我们现在的 宝贝 不管年轻人和老年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是吧 不要被 自己的工作 或者生活 损累 要事故 看看 看看 希望 据 两人唯一的女儿在德国求学 老两口并没有把病情的严重性告诉你 只是轻描淡写的说 他们怕你没有分心 怕你没有牵挂 对 现在工作了 我就说 你就按你安排了 你别为了我 忠孝不能两全 他就能回来 我得过张也是自己受 您说呢 一样 你的忠就是对你的事 我家里头 我说我死守中老了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说你妈妈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死守 你回了吗 不用 不用 我爱人在就行 在医院 我们见到了太多的空巢老人 他们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更承担着巨大的精神 张勤老人的手术定在两天后 而他唯一的女儿 却远在万里之外的德国 这意味着 一旦手术出现什么问题 女儿是无论如何 也赶不回来的 今天又汇转了一下 又汇转了一下呢 就是把这个 整个的前后背手术器 情况都商量了一下 现在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我要跟你女儿通过话 这是我女儿的电话 嗯 这些东西我不太明白 这微信我都不会 嗯 这是他这个手机电话 又长了 还大了 大多了 只有短短的五天 张勤的肿瘤又长大了许多 上次的大小是121乘以51 而这一次发展成了125乘以51 这意味着手术迫在眉睫 已经不能再拖了 它不能再拖了 如果在这个拖的过程中 这瘤子会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最后可能连70的把握都没有 手术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手术台上不排除 又失去生命的可能 这样危险的情况 杨志英是无论如何 也要和张勤远在万里之外的女儿 通个电话的 两个老人的秘密 也终于瞒不住了 你妈妈这个啊 现在诊断呢 应该是很明确的 就是一个腹腔的一个 来源于脂肪的一种恶性肿瘤 那么这几天呢 你妈妈住院之后呢 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做了一些检查呢 发现了也很多问题 第一个是肾呢 受到了影响 可能这个左肾呢 这是左肾有可能 在手术中是保不住的 第二个呢 发现的问题呢 就是呼吸 他的呼吸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德国和北京的时差是七个小时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正是德国的午休时间 不知道张勤的女儿 此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妈妈的生命 未知的手术 她能安心在那里求学吗 你妈妈爸爸怕那个 怕你担心呢 瞒着你 你对这个整个病情的 了解的不够 所以我还是要向你 把你妈妈这个情况啊 详细的那个介绍一下 就是说重一些呢 就是说如果有风险的话 有不除外有 在台上出现 生命危险的可能性的 王树是拿着一张北京晚报 找到杨志英医生 之前杨志英做过一个 类似的腹部巨大肿瘤 切除手术 夫妻俩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 毫不犹豫地找到杨志英 有杨医生来度 他把那手子 擦了 摩擦摩擦 后来我爱人也说 我说那个什么 杨医生 我不怕凉 你就问 我从这 从晚报看到他为病人考虑 经济化的能力 再从他摩擦这个手 手心 我觉得这个医生真是 我说我看他的眼睛是一个正直严肃的 负责的眼睛 自从接收张琴入院 杨志英医生就没有一天能够按时下班 处理完其他工作之外 他总会独自一人在办公室研究手术方案到深夜 毕竟这台手术的难度和风险都太大了 而只有手术才能挽救张琴老人的生命 需要 ANYONE 这就是什么 这是一场既成不能怨 现在是到了最难的 在这边 会无法 24 30 进入了一遍 人着租训 人着租训 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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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resistance 你和他们感觉 我现在和你学养 它的风险呢 第一个呢 就是出血 因为这么大的瘤子呢 它血泵很丰富 而且呢 它的血泵啊 不是一根血管 它有很多根血管 给它供应 那么这里面呢 就有一些很大血管 因为这个瘤子 长到一定程度 就跟腔腔内的 各个血管都爱临 那有可能会有一些 瘴犯啊 或者有一些压迫啊 这过程 大血管很伤啊 出血 供应肿瘤的血管 错失了 数量可达几百根 收视者 杨志云医生 需要找到每一根血 然后小心翼翼地 从大肿屋里 分泌 这个过程 不能碰破 任何一根大血 一旦 血会源源不断地往外移 令人很快 会因为失血而死 还有就是周围主要脏器的损伤 包括脾胀 肾胀 肝胀 胰胀 这些 它都会包在一起的 那么挨在一起呢 有可能粘连啊什么的 你在手术过程中 就会受到 连带的损伤 巨大的肿瘤 已经占据了张奇老人 绝大不狠 把他的内脏器官 都挤到了一个角落里 肿瘤与许多器官 已经长到了一起 分离肿瘤的同时 很难保证病人的器官 不会有癌症的性 气氛废费 不能教育 我们要 我们要 各方的胀器检查 但这些呢 总是一个 连带的具体 照顾的图形 巨大的肿瘤 什么脑袭 巨大 起始到什么程度 脑袭器官 那些奇光的需要 都要根据数字 解释 实在探动 孙学子 这台手术最大的 并不在 二十年手术中如何去处理这些突发的事件 而且可以肯定的 手术中一定会出现一个又一个临时的突发事件 在手术开始前 我们从杨志英医生那儿了解到一个情况 张琴老人的女儿在手术的前一天 意外地回来了 张琴老人的女儿婉转地谢绝了我们的采访 她此时承受了压力 也许是常人无法体会的 从和杨志英医生通完电话 她就马不停蹄地订机票 下了飞机 一刻不停地奔来医院 在女儿的印象里 父母是永远报喜不报忧的 她在德国求学八年 从学士到硕士 从硕士再到博士 父母一直结衣缩食 给她物质和精神上的最大支撑 如今她学成了 父母却重病缠身了 张琴的体重不足110斤 而大肿瘤的重量估计在30斤以上 占到了她体重的四分之一还要多 三十多斤重的大肿 是一起拿出来 还是本成若干小块逐一取出 手术该如何下刀 从哪儿开始切 这一系列问题 都需要在打开老人肚子的同时 给出答案 根据探查 张琴腹部共有四个相对较大的肿瘤 这四个肿瘤相对独立 又相互致远 杨志英医生需要一个一个的分离 然后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取出来 我之前预想的 还有错综复杂的血管 血管的数量多达上百个人 管境粗细度 碰过每个都可能引起 致命后 这马上下来的是第一块是吧 一切都在医生们的掌控中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杨志英医生已经顺利地将第一块肿瘤 掌心的肚子里取得出来 这是第一块对吧 第一块 第一块肿瘤重量达到十一剂 占据了整整一大盆 共有二十多根血管绿质相连 医生仅仅仅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而接下来 手术出现了状况 老人的生命受到了危险 第二块肿瘤 从肠细膜内长出 左结肠血运被肿瘤侵蚀 保护血运非常重要 不然左半结肠就有切除 左半结肠肾完全包裂 现在我们慢慢地把左半结肠慢慢分 可能有机会把这个左半结肠 原来我们以为考虑过左半结肠的肺 但现在看呢有机会 保护好血运 因此就保留了结肠 对病人的好处是不严 当然很有可能进了最大的努力 结肠还是无疑 历时两个 结肠招下来 手术室里的气氛 似乎也不像开始时那种种 就在我们认为 手术会像之前进行的那样 一帆风顺的时候 问题还是来了 第三个证明 杨志英医生反复试了很多次 却怎么也分离不出来 手半结肠肾肾肾肾膀 我们慢慢地把手半结肠慢慢分别 真的把手半结肠慢慢分散 现在是到了最难的时候了 压着很大 但是是相对容易的 你看这个肾长的地方 这个肿瘤虽然体积不是很大 位置却十分凶险 它把张琴老人的左肾和一部分小肠 以及小肠细膜的血管紧紧包围在地面 而且形状十分不规则 如果不能将小肠细膜的血管解剖出来 手术就不能进行下去 人体的小肠一共两到三米 是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提供能量的气缘 如果切掉一部分小肠 会直接影响到营养的吸收 人体肠之间营养不良 必然会造成深入受到危险 切小肠必然会降低手术难 而保小肠则需要杨志英医生 冒着大出血的风险应难而上 短暂的质疑后 杨志英和他的团队毅然选择了风险 大家都屏住呼吸 杨志英拿着手术刀 在已经粘连十分密集的肚瘤和小肠肩探索通道 这犹如在刀尖上行走 稍不留神就会造成大出血 医生的选择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老人能活下来吗 手术事外 王树和女儿谁也不再说话 他们的心被一块巨大的乌鱼遮住了光亮 成功和失败 手术无非就是这两种结局 但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 今后的生活将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等待的滋味永远是那么令人难言 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 麻醉后就失去了知觉 而等在手术室外的亲人 那种内心的煎熬 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 都无法描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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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我来帮席 帮席琴那张女区 好嘞好嘞 哎哎杨医生哎你看一看 做好素养准备 上大盆 今天做得非常顺利也比较干净啊 但是呢他这个肾呢已经包着这流子你看包着流子里面了 这个是肯定肾 左肾是肯定保不住的 然后呢一体尾匹那也是他也被这流子包里了 你看 这一线和匹这也被这流子给包住了 被这大流子包住了 所以说他也留不下了 说他只好把这个左肾和一体尾一起去掉了 但是手术很顺利出血也不是特别多 嗯好吗 啊 哎 没有没有 非常好 你家里别担心啊 可能他还要有一段时间 因为他伤口比较大 缝子下面可能相对比较长一些 啊 对对对他一会儿缺ICU 嗯 整整七个小时 张琴老人的巨大肿瘤被取了出来 足有三十四尽重 杨志英和他的团队终于取得了这场和巨大肿瘤作战的胜利 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三点 杨志英始终站在手术台上 没动力 现在就是特别渴 喝点东西 咱们一起喝点东西去吧 这是我们认识杨志英医生以来 第一次看到他如此灿烂的笑 七个小时 全神贯重 滴水未尽 一步没动 还有那种内心的煎熬 都是我们无法体会的 作为医生来说 每经历一台疑难复杂的手术都会像脱胎换骨一样 杨志英说 他此刻像被放空一样 什么都不想想 什么都不想做 手术后的张琴因为麻醉的关系 还没有醒过来 他被推入重症监护病房 等待他的还有一道道关卡 什么时候哭的呀 他说女儿哭了 看到你买刚来的时候是吗 行了 别说 你们别 你们别起点我的 别哭 咱们这一段过去了 嗯 这一夜翻过 嗯 听到我的 一夜翻过去 唯一是妈妈的小幼 肯定能 咱们不能对身体不好 现在咱们现在又得 那个小难关一个一个还在闯 大难关闯 怎么说呢 夫妻之间平常好像是有伴子 矛盾的 真是到大难的时候 还是一个人 其实就是一个人 我后来体会他 我通过这件事 体会他就是一个人 因为他痛的时候 我觉得我也痛 肯定会在做生菜트나 让他吃了 但是我把他吃了 你住在我这儿 不一定会他吃了 你住在我这里 你住在我家 可以 这是少女后 是少女后 我是少女后 我去找你 张琴已经能下地了 因为没有切小肠 她恢复得很好 杨志英医生告诉我们 每当见到经他手术的病人 预复得特别好的时候 他付出的一切艰难 全都会荡然无数 医者 需要人性 更需要人心 患者 只需要把你的信任 毫无保留地拿给医生 在医院 这个距离死神最近的地方 更多时候 需要医患双方 在风雨兼程的生命路上 携手同行 六岁男童为何嘴唇呈现紫色 医生当时就说从来没见过那样的病例 刚迎来一线生机的家庭 愿造打击 当时不能说我们就 这天塌了意思 不想要看我妈就不愿意 手术提前进行 却发现孩子危在旦夕 在拿着落导期间 可能他一下就循环着下 就下不了这时候 男孩究竟能否 其死为生 明日21点18 北京卫视 生命远 生命远 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